然后大家双方彼此按照自己的解释 那么来互相改变自己的规则 来互相的对待 那么其实风险要来的低得多 是刚刚其实傅作和老师 他们都提到说 一般民众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就算虽然朝野 比如说国民党已经请尽全力 说明这个政策 那么民进党也提出了非常多的质疑 但是对民众来说可能还是补萨萨 不过我们还是要替民众说一些话 因为他们 因为大家都说 这个跟我们以后的这个生活很有关系 那到底这个ECFA是会让我挂坏 还是会让我的产业都受到影响 以后我都没头脑 还是我可以在立谋发展会有更好的经济 我的房地产会展 我的这个股市会涨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有七成左右的民众 他们不理解这个ECFA到底是什么 那他们的心声 还有他们对ECFA的期待又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报道 前嘉义县长陈明文靠着反ECFA诉求 在立委补选中获得支持当选 在两岸二次协商ECFA的会场外 打算参加年底五都选举的民党员 聚集在外抗议 ECFA议题已经成为在野党打知名度的工具 既然如此马总统还是努力下乡和民众面对面说明 希望化解民众疑虑 距离执政党希望在六月签订ECFA时间只剩两个月 面对战野党发动反ECFA公投联署压力 总统行政院长几周来都带着部会首长密集下乡座谈 而最近的民调显示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民众表示了解内容 不止民众乌萨萨 台北市议员直询台北市府官员 十几个局处首长也只有台北市劳工局长知道ECFA是什么 一般民众实在是搞不清楚 刚刚听到了我们各位首长所报告的 事件我们前没有把那个诚实的这个 我们的损害最详细的报告和评估 所以老百姓对我们的总统会越来越没有信心 前副总统李秀莲还批评 双英辩论早在两岸协商前就该做 现在的辩论仅留于作秀 现在就讲了没有意义 你除非把辩论当作是两个人好像是为了2012年事先交手 那就是政治秀 辩论是应该在跟两岸政治会商前就应该要进行的 对一般小老百姓关心的是ECFA1000 即使中国劳工现在不开放 但WTO的架构下有10年全面自由化规定 届时会不会面临中国劳工计争的问题 这些对老百姓最基本的切身要害 哪位官员能够给更清楚的答案呢 其实民众不懂 那么连官员可能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大家能够期待的可能就是我们回到这个 两岸主席上面这个双英他们能不能弹出一些具体的结论来 或是让这个真理能够越变越明 或是他会流于一个政治作秀或是政治攻防呢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马英九还有这个蔡英文的背景 来看看这一场的这个ECFA辩论可以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期待 那么双英变ECFA呢 在马英九他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 蔡英文呢也是法学博士是这个英国伦敦大学的政经学院 可以说是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法学的这个博社 那么经历呢 在马英九的部分 他曾经担任大陆工作汇报的这个直密国统会的研究员 然后担任过陆委会的副主委 那么呢 他从竞选开始就非常倚重了这个肖安长先生的经贸专长 那么这个肖安长先生 他曾经赴美争取永久最会国待遇 那么也两度参加这个亚太经合会在经贸谈判的这个呃 呃经验上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 那么在蔡英文的部分呢 他是经济部国际经济组织的顾问 也是行政院的陆委会主委 曾经参与GATT的这个还有WTO以及APEC的谈判 同时也赴北京还有上海出席顾问会晤 两也是两国论原始构想者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双英可以说是跟以前也许朝野领袖 对谈的这个模式还有形象都不太一样 两个人都曾经在陆委会工作 那么也都承认也是法学背景 也在学校教过书 他们在学界还有实物的经验 能不能结合在这次的双英 这个辩论ECFA里头激荡出一些火花 好 明凤你觉得呢 我觉得当然我们是期待他能够啦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就整个贸易谈判里头 当然蔡英文她是比较吃香的 因为她实际是执行所谓WTO跟一些这个两岸经贸 我觉得她实战的经验比较丰富 对 顾问会谈头她也去过做过幕僚嘛 所以而且她也早期在国安会也是相关的议题在做研究 那所以说这个我们就非常期待这个幕僚的作业 还有这个我们在谈这个两岸经贸的架构之前 先把双英的那个会谈的架构啊 先能够公开一下 就说你包括你这个议题的谈论 那你如何设定所谓的一个正方跟辩方 什么一个研究一个主题一个议题怎么样去讨论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到时候因为 这种东西你也不要想得太细 有时候有时候你的贸易谈判中间的一些细节啊 说实在来民众也不是很了解 那这个问题你说他不是政治 其实他也是政治啊 因为你大陆人根本就是看这个就是政治 他为什么要让利 他也不会去对美国让利嘛 所以说当然这个政治方面的确是 是不可否认的这一块 但是我觉得就说你即使讨论政治 讨论主权的问题 你也不要把它弄得过于民粹 毕竟这个 我不觉得说这个是什么两年前的 什么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我觉得当然就说两党的政党 做借这个议题去为自己的政党 做一些造势拉拉队活动是有 但是无疑是我们不要把它流到 流落到说过去那种政治人物讨论 讨论那个议题的方式 那根本就不用辩论嘛 那根本就是一种戴帽子的大会啊 那就不用讨论了 那种结论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结论 那其实你从下午的下午这个所谓暖身 如果说我们说他是暖身的话 其实那些大学生你可以看在场的人 可以因为辩论的好坏是改变立场的 所以我觉得就说大家也许下午这个 这个辩论是太逊了一点 但是唯一在这个现场里头 我们秀到一个讯息 就是说如果你的态度是open的话 像那些大学生 他们原先是赞成的 后来会变成反对 全都都是因为这个辩论者 他在产生这个议题的一个好坏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 也不要把它看得太轻微 就说好像结果 反正我们在野的 也影响不了你的政策 反正你政策已经制定 已经既走了 既走了方向就这样走了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社会的支持度 跟这个明星的取向上面 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得到认同 所以我觉得今天下午的这个辩论会 是我觉得未来双英要一个因 一个引以为鉴的东西 就是你在议题 尤其是在幕僚在磋商 未来可能 可能谈论的议题上面 要有充分的准备 对你充分准备 你要设定一些不要过于政治化 那如果说像总统府这几天丢出来 什么过去民党八年锁国 这种议题根本不用谈了 说实在的 OK 好那我们为大家来整理一下 双英会可能会谈论到议题 可能有这个政治层面跟经济层面 比如说朝野看来 ECFA他们主要的态度不同的在 比如说主权部分 国民党认为ECFA的内容 不会有这个一国两制 或是和平统一的政治语言 不过民进党认为呢 现在ECFA就是亲中和他国建立经济的优惠 不可能完全没有这个政治的考量 那么在让利的部分 国民党是认为说 他们肯定这个中国提出了善意 但是还是要协商的时候再来看 那么民进党部分呢 是怀疑中国的诚意 那么质疑关税让步呢 其实背后是有这个交换条件的 那么同时他们也举出 90%的这个FTA签署以后 10年内都会撤除关税的障碍 那么ECFA也不会例外 也就是国民党提出的保证 不一定是真的 那么也有这个公投的议题部分 在这个国民党认为是花钱 而且费时 那么同时世界多数的贸易协定 是交由这个专业来决定 不需要公投的 不过民进党是希望能够以公投来直接呈现民意 那么可以简化这个公投的流程 同时他们也举出啊 这个欧盟在加入这个关税的联盟与否呢 都会经过全民的公投 我想请问一下杜老师 杜老师 我们现在这个是比较政治层面的这个议题 您觉得比如说主权让利公投 哪一个会是双英 他们在变动ECFA的时候 激起火化了一个焦点 我看在经济方面一般人比较听不懂 所以在野方面还是会以这个轻忠 或是被锁入中国经济 那这两个议题上面打转 那这当然对执政党来讲是需要说清楚的 因为人民听不懂经济的专业 但是听得懂这两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服人民 有更多的人来支持这个ECFA的话 那么马总统势必要跟他的幕僚好好的研究 怎么样在比方说被质疑是轻忠 但是轻忠不表示统一 全世界都在轻忠 包括中国已经跟 经济上轻忠 都在轻忠 如果你把这个